只要短短几分钟带你放开眼界 科技 娱乐 设计 各个领域 最具风格的演讲者 最领先的观念 最有创意的想法 台湾独家授权电视播出 TED在中天 敬请锁定中天全球现场 在彰化这一名妇人 她是每天24小时不分日夜的播放送金木鱼生 吵到这些邻居根本睡不好 有人是必须开冷气隔绝噪音 有人则是得要靠药物才能够入眠 那么事实上说到这名妇人 她其实很少出门 用报纸直搬把住家贴的事密不透风 邻居反应了好多次都没有用 甚至这个婴儿都被吓哭了 也不算噪音 每天就这样子的听着送金声 气到快抓狂 三更半夜 社区住宅却发出送金声 外加沐鱼敲打声 持续不间断 佛金音乐不断播放 吵得邻居纷纷亮灯 小baby吓得放声大哭 放佛金的诡异举动 就连大白天也在放 送金声持续到晚上 几乎24小时没停过 有的住户需要开冷气来睡觉 东西也是开的 听冷气的声音嘛 不然声音隔绝就掉下 甚至有人需要靠药物入眠 我睡不着就 没有吃下去的时候就不知道了 住户被吵了两年 实在很气愤 直指就是这位邻居妇人 用报纸把玻璃贴的密不透风 甚至用纸板隔绝邻居 但却每天播放佛金 吵得将近20户人家 每天都睡不好 像有睡眠障碍的人 其实听到这个声音 真的是无法入睡 何况是我们最后一户 晚上要靠冷气机 才有办法入睡 妇人嫌少出门 一出现也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邻居多次反应 她却充耳不闻 躲回房里 送鸡沐鱼声 每天在社区里 24小时反复播送 不是每个邻居都能接受 周深沉思源 林家庆明 这位彰化采访报道